刚才蒙住你的眼睛带来一个地方 告诉你啊 这地方来讲就是东甲啦 因为很多人都说 一提到东甲每个人就讲到东甲的牛肉面 然后我们也是刚好顺路经过来吃 OK来就是来这间 肥仔牛腩面 那我是在谷歌找啦 谷歌找的时候它是restaurant 对对对我以为去哪一家 我以为有新的尝试这样子 对对对还以为是新的尝试 因为看到它在谷歌里面的评分有4.1啦 然后肥仔牛腩面我是有听过的 只是不知道是他 来到了这里原来就是肥仔 好没有试过 因为之前我有吃过其他的在东甲的 然后我吃了几次我都不觉得不适合我 我只能讲不适合我 没有遇到你的口味 对对对 所以这家没有试过来试试看吧 好啊我就堵你一把 我们就来拆 我们拆 拆盲盒 什么叫做开箱是吧 开箱我们来开箱 好啦进去吧 我们这几天呢 都是在这一带里面走动 然后今天就来到东甲 听人家说东甲呢 牛肉面还是牛蓝面很出名 所以我听说牛肉面是很出名 出名到全马的啦 其实我以前吃过啦 我吃过的是因为那边是老街那边的啦 不过我因为我吃很多我吃很多牛肉面 前不要讲全世界了 我讲在亚洲来讲基本上在台湾 香港中国 越南泰国 老挝 填补塞马来西亚新加坡 印尼 我比较起来的话 我从来都不觉得东甲牛肉面好吃 我吃过几次 因为它的肉很薄很小 因为我喜欢吃牛肉面是大大大大大块的那种 那是烹调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 它是比较另类的一种牛肉面 对我来讲啦 因为我吃很多牛肉面 我都吃了都是肉比较大块的 你喜欢那种口感 那这边就比较薄片的 可是 不一定哦 我也吃过一粒粒的就是肉块的 然后 这一家我们就期待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呈现 一块块的叻 哇 有惊喜 至少它的牛肉面是一块块的 嗯 这个应该是面的 这是汤的 这是比较干的 然后你的是干捞的 就是我尝试 我本身是想吃面 但是我觉得我尝试不同的味道哦 那米粉好像是比较少 一般上吃牛肉面好像是吃奶粉比较 啊 不一定 有环面 也有手工面 或者是奶粉 或者是米粉都有的 啊 哎 还有饭哦 这家还有饭 啊 因为是咖喱鸡 ok 这他有咖喱饭 咖喱鸡饭 就是他也有贴心的准备了 因为有些人他们不吃牛肉 但是好像我们这样子跟这家人一起来吃 那就有不吃牛肉的选择 嗯 那你就可以吃咖喱鸡 好 那你现在先品尝一下你的干捞的 看看怎么样 好啊 好 他就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没有什么料啊 他在我的那个肯面上面 就是几个葱花 然后现在就是说会期待他的酱点 对 要烤他的功力咯 对 怎么样 没有太大的准备哦 就是一般 不会说 不会说有那种姜油的香味啊 或者是那个麻油的香味 这个是没有 嗯 就是脏调味啊 就是基本上只是面啦 就是米粉 干到米粉而已 然后你这样试试他精华 哎呀 哎呀 精华就这样他的牛腩跟牛肉 哎呀 牛筋 哈哈哈 来来来 拿高一点 拿高一点 这牛筋很顺滑 然后他会滑下去 好 啊就是 吃一下吧 啊 啊 有惊喜 啊 ok 好香哦 我需要让他香味 嗯 这个跟我之前吃的那个牛肉面 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冬甲牛肉面不一样 对 这个好吃 有惊喜 好吃 他牛肉有没有牛烧味 这个这个 就是牛筋 对 他有那种 那种果冻的Jelly的那种QQ的那种感觉 嗯 没有 没有很重味道的牛肉 然后肉呢 嗯 不会踩 不会踩 然后 好吃好吃好吃 好吃 好 现在到我来吃我的这个牛肉面 是不是这样子比较好吃呢 啊一定要尝着吃吧 不然它很单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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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的牛肉面应该会好吃 过我 好 先到我来吃了 味道怎么样 咖喱哈 咖喱酱 看起来很浓哦 啊 这个咖喱酱是真材实料 就我本身也会煮咖喱 所以这个咖喱呢配饭制 当然只是咖喱制 就可以配到 配到白饭 啊 就是可以吃两三碗的 哦 咖喱鸡 是不错的 可以推荐 你可以吃手工面的面条 看到吗 牛肉呢 啊 这一点我就喜欢 因为牛肉呢就是要 一块一块的 这样才好吃 一片一片的牛肉 感觉很奇怪 好 我先试试看这牛肉 嗯 对吧 不错吧 好吃 嗯 至少不差 他也会晒牙齿 对不对 嗯 这个跟他师傅的刀工有关系 如果刀工不好的话呢 吃起来就真的是 会晒个牙齿 他不会 对啊对啊 现在我试试看他的黄蟹 他怎么样 嗯 面的口感不错 咬起啊 有韧劲的 而且没有那种 所谓的那个 减水味啊 啊减水的味道没有 对对 然后我觉得哦 你是不是应该 蘸一下他的辣椒酱 那个牛肉 好 蘸到辣椒酱 我觉得这个是蛮搭的 其实跟我跳错了 我应该叫牛肉跟牛筋 参在一起 会好一点 没关系 要蘸到辣椒 体验一下 嗯 怎样 他的辣椒是 对我来讲就是 一般 哦 没有特色 因为如果你有曾经吃过 最好吃的牛肉面和辣椒的话呢 有一间 在安邦 在基罗斯安邦坏里面 下次我带给你们看 好 他的辣椒 尝尝他的牛肉 甚至是牛肉汤 真的是超级好吃 嗯 现在吃饭他是难吃 看着不错 要不要这个 不需要啦 好吃的东西 不用加那么多 好吃的东西 不需要加那么多东西 好了 那我现在让我来 好好挑战这碗牛肉面 我现在试试看 这个 他的干烙的米粉 来验证 来验证我的说法 对 验证一下到底 美姐讲的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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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如果他可以在米粉 再加一点点 香葱油味 有点香油和葱油 我给你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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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点点那个大的 那个叫做 汤煮辣 汤煮辣 汤煮油渣 我相信会更好吃 放在这个面 就真的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 不是不是我刚吃了一口 你加辣椒酱下去吃 辣椒酱 你加辣椒酱下去 那个米粉那边吃 多一点点 多一点点 我就听美姐讲辣椒酱 啊啊啊啊 啊啊啊 其实 我家的辣椒 跟你吃那个 金鸡草莓粉一样 不过金鸡草莓粉更香 因为他这个拿来看 金鸡草莓粉还要炒在炒的香味 对 还有过去 这个没有 所以 刚烙的话 我觉得 这个 如果店主可以的话 加多一点工 应该会更好吃 好 就这样子 现在我要吃我的美食了 现在呢 牛筋 这是牛捷的 还有牛捷 这是没捷的 哈哈哈 我其实真的牛捷 哈哈哈 吃牛肉那边牛捷 哈哈哈 牛哥啊 我吃肉那边猪捷 哈哈哈 好 牛筋 看到吗 嗯 吃吃开一下 嗯 嗯 我一定要喜欢他的牛肉 跟牛筋 他做的很 很认真 就 没有很重的 没有很重的那种牛哨味 牛筋也是刚刚好 而且 这个 这个牛肉面 直接可以值得推介我 我 如果是我本身吃的这两款的话 我更推介吃摊的 摊的 摊的会更好吃 干的话 虽然他的牛肉 他牛肉很不错 如果他的面呢 干的话 没有特色的话 也会影响到 真的 你花在美 你要有 要有很好的绿叶来配衬 是的 一部细 如果主角 帅 漂亮 美 如果他的配 配角 演技差的话 他也会影响整部细 同样的 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意见 然后希望 不论是这间店 或者其他在做这些饮食业的 这些朋友们 或者老板人 老板娘们 真的 不要因为一个面 损坏了你整个组节的特色 哎呀 可能人家的口味是这样 刚好配不到你的口味 我是国际的口味 OK 必要的口味 好啦 就这么样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吃了太多了 所以我毕竟是 可以给这样的评读在 两个什么都不厉害 批评最厉害 哈哈哈哈 你说我们这几天都是在5G甘米吗 现在终于走出5G甘米了 我终于走出5G甘米了 他终于带我走出来了 因为5G甘米的美食很多 对 我还有传说中的酿豆腐 对 还有很多我都没有拍到 不不然今天我们走出来 来东甲来拍 东甲牛肉面 东甲的 著名的美食 对 其实他的客 顾客群都是一直不断的增加 都有都有 都蛮多人的 好现在还钱 对 1块半 好 1块半 我得付出 好 50块我出 51块半 这是1块牛肉 总共价钱你遮住了 OK 价钱是51块 五毛 我觉得还很不错的 合理价钱 因为是4碗面 也是4杯水 对 就是 一碗面是10块钱 对 那OK啊 OK价钱 对啊 要起家了吗 而且 而且他很靠近 这个东甲的 这个收费帐 啊 收费帐转进来 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是有人 从新加坡过来 从基隆坡下来的话 停在东甲来 吃一碗牛肉面 我觉得还是挺 挺值得的 诶 你那个咖喱鸡饭 才8块钱 OK我 诶 不错啊 好啦 就这样子 谢谢你 谢谢